在之前我們報導了2021款新iPhone 具有無充電接口設計和120Hz刷新率的加入 而且在一份蘋果新的專利揭示了 未來iPhone可能會提供最大240Hz刷新率 它可能最早出現在iPhone14系列上 當前由於大多數智能手機製造商 都在嘗試提供更高的屏幕刷新率 因此蘋果似乎也計畫加入了這一潮流 現在蘋果公司已申請了專利 該專利顯示iPhone屏幕具有可變的刷新率 最大刷新率為240Hz 依照美國專利商標局描述 其為一種iPhone具有高刷新率模式 能夠以2倍、3倍、甚至4倍於當前刷新率的速度更新內容 即最大提供240Hz刷新率 刷新率也可以是自動的 從60Hz更改為120Hz、180Hz和240Hz 值得注意的是當前蘋果所有iPhone機型 均具有6Hz刷新率 但僅由採用Promotion技術的iPad Pro 具有高達120Hz的可變刷新率 此前有傳言稱iPhone12將具有120Hz的刷新率 但事實證明這是不正確的 另外今年似乎iPhone12s或者是稱為iPhone13系列的機型 具有Promotion顯示屏的可能性更高 儘管有商早已提供了高刷新率功能 但蘋果未能在最新發布的iPhone提供高刷新率 其原因是120Hz或更高的刷新率 可能會影響電池性能 但是現在有報導稱 為解決更高刷新率的電池性能問題 蘋果公司可能會在即將推出的iPhone12s 或者是iPhone13命名的系列機型中 採用低功耗的LTPO技術顯示屏 當然了蘋果已遞交了專利 為了iPhone最大擁有240Hz刷新率 不過這或許要等到iPhone14系列發布或更晚一些 當前120Hz刷新率已經算是行業主流 90Hz不算落後 iPhone12系列仍然採用6Hz刷新率 似乎真的有些說不過去 另外未來iPhone既然採用240Hz刷新率 但普及使用LTPO技術屏幕也是至關重要的 一旦使用該屏幕面板 在蘋果產品上自然也會新增一項功能 吸屏顯示 在最新的線路就表明 該功能僅適用於2021年發布的 更高端iPhone12s Pro系列型號中 它將採用一種新的顯示屏技術 該技術將與OLED面板配合使用 將以類似安卓設備中的吸屏顯示功能 並出現在iPhone設備上 對於那些不了解的人 OLED相對於LCD面板的主要優勢 在於這些黑色不用顯示 像素處於關閉狀態 這樣就可以降低電池消耗 再配合上LTPO技術顯示屏 吸屏顯示功能的電量消耗幾乎降至最低 簡單的講 LTPO技術可以協助降低屏幕刷新率 靜止時刷新率為1Hz 既然能擁有如此低的功耗 吸屏顯示功能便被引入到了iPhone中 以上就是本期的說的內容 歡迎下方交流互動與訂閱 我們下期再見